阿公阿嬤们围起大圆圈 一边唱儿歌 一边传着手中的皮球 气氛相当欢乐 云门二舞团日前进驻 位于卢州区的国立空中大学 教导乐林班的长辈 如何律动肢体 这套专为年长者设计的 云门生活律动课程 能训练长者心肺功能 和肢体协调性 减少日常生活中跌倒的机会 今天这个是云门舞蹈教师 他们特别为老人家 就是设计的一个半小时的课程 让他们动动身体 以后带回家之后 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动一动 这样的律动对老人家 他们的肢体的运动 其实是伤害是最少的 但是又可以让他们 达到运动的效果 所以我就积极的跟文化局联系 然后就也得到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很感恩 六十位阿公阿嬤跟着音乐节拍 轻松把玩手中的皮球 不拘离以舞步的学习 单纯享受身体的律动 跳出属于自己的舞步 体验活到老动到老的乐趣 这个很好玩 然后在定义有遗乐性 有体力性 有很多样的这个功能 云门二舞团近年在新北市 推动艺术注视计划 积极将生活律动带入社区与校园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快乐的律动中 拉近与艺术间的距离 凯博大台北数学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